Because every time we touch, I get this feeling And every time we kiss, I swear I can fly Can'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fast? I'm all that's the lost Need you by my side 大家好,我是旅行的乔德 欢迎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在德国系列 我现在是在德国东部的伯兰登堡州州府波斯坦 而在我身后的是霍亨佐伦家族所修建的无忧宫 而整个无忧宫宫殿和花园 在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肯定 登陆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 这个普鲁士版本的凡尔赛宫 视频开始之前希望你点一个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德国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 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 波斯坦无忧宫宫殿群和花园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并非浪得虚名 它的名气在国际上有时候甚至高于德国国内 任何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欧洲旅行时都不会和它擦肩而过 而来自整个德国的游客则是它的常客 而本地柏林和波斯坦大地区的居民更是把它当作休闲散步的娱乐圣地 和纽约的中央公园和伦敦的海德公园一样 整个无忧宫公园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2018年 整个无忧宫宫殿接待了33万游客 而在疫情中 它更是当政府不主张出行的时候 中边居民的排忧之处 而随着疫情的结束 全世界的游人又回到了这一迷人的柏兰登堡州宫殿群 而整个无忧宫的故事还要开始于斐特列威廉一世 这位曾经参加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普鲁士国王 一生钟爱军队战争以及一切和军事有关的活动 所以又被后世称为士兵国王 1713年成为普鲁士国王之后 在他的波茨坦宫殿周围 为了寻找一片练兵之地 把城堡的花园移为平地 为了寻找一个代替之处 他选择了这个距离他宫殿不远的地方 而把它启名为我的玛丽 这其实是在嘲笑和影射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狩猎花园 斐特列威廉一世崇尚军事 鄙视学问 他在普鲁士寝止法国文学 拉丁文和音乐 生活简朴又舍不得在经济文化上建设花钱 所以也被后人们称为乞丐国王 和当时邻国的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恰恰相反 大肆推行附庸风雅的文化建设 奥古斯特二世曾自取其都城德雷斯顿 是德意志的雅典 而把邻国普鲁士都城柏林 比作德意志的斯巴达 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无忧宫景致 还要感谢斐特列威廉一世的儿子斐特列二世 这一位热爱文学、音乐和艺术的王子 你可想而知 当时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友好 1730年 王子更是企图和伙伴一起逃往英国 后来被国王抓到之后 他的朋友被处死 而王子要目睹整个被处死的过程 之后斐特列二世按照他父亲的想法生活 一直到他与来自于布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克里斯丁结婚之后 才开始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居住在莱因斯贝格宫的日子 后来被斐特列二世称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740年 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 斐特列二世登上了普鲁士的王位 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带领普鲁士成为超级大国之外 他个人也对文学、艺术、音乐有着独特的见解 在执政不久 就开始扩建城市里的宫殿 之后又建立了无忧宫 而在无忧宫前面的地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斐特列二世的墓碑 而又因为其将土豆带入了当时的普鲁士王国 所以人们也会带来土豆来对他加以纪念 在其墓碑的旁边是他所养过的灰色猎犬的墓地 在其生前这些猎犬和斐特列二世形影不离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 皇后难道不是安葬在这里吗 在斐特列登基之后 他就将他的皇后伊丽莎白安排在山豪森宫中 而他自己则是住在波斯坦的无忧宫之内 两个人平时几乎不怎么见面 只有在特殊节庆受到斐特列邀请的时候 伊丽莎白才会前往其他的宫殿 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他们世间其实是行婚的形式 而在无忧宫的建立期间 他多次地干预设计师和建筑师的理念 使得宫殿在整个建造过程中不得不多次地换主建筑师 而在建筑中所体现的风格又被后世称为斐特列风格的洛可可 无忧宫在1745年5月1日正式的落成 除了在战争时期 斐特列二世每年从4月底到10月初都会居住在无忧宫之内 而且只有被他选出的杰出的南宾客才允许住在无忧宫 他们每一天晚上在那里享受美食 欣赏音乐以及谈论文学艺术 而这些也成为了后人们茶余饭后喜欢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 进入到无忧宫殿之内 你会感觉到这里并不是特别的宽敞 与其说是一个宫殿 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型的别墅 在1745年1月13日内阁的命令之中 斐特列二世下令在波斯坦建造一座自己的别墅 他强烈地反对当时的主建筑师科诺贝尔斯托夫的建议 通过地下室将建筑加高 并将其靠近最上层露台的边缘 以便从底层看到建筑时有更好的效果 但是斐特列二世本人想要的不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建筑 而是一座洛格可风格的私密住宅 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满足它的私人要求 一座以山为基座的底层建筑 一座愉悦之居 没有许多台阶 可以直接从室内通向宽阔的露台 再从露台通向花园 文化生活与自然紧密的相连 就是他建造这座宫殿时候的主旨 斐特列二世非常钟爱 这个完全以自己意愿修建的宫殿 在其中可以看到许多自然 动物、植物、尤其是葡萄的风格的装饰品 在这里 普鲁士的君主进行创作、音乐和哲学思考等行为 他被后世称为治国有方、生活简朴、做事不张扬 到了晚年 他的谦虚更到了吝啬的地步 在其有生之年 没有对无忧宫的外部进行过任何的装修和维护 使得今日的维修工作更加的繁琐 而就是在这张椅子之上 他告别了这个他喜爱的国家和宫殿 整个公园宫殿群的面积非常的巨大 公园的总面积达到了300公顷 但是可惜的是 门票只在一日之内有限 要参观所有的景致 你必须加快你的脚步 斐特列二世除了在公园的东侧 修建了无忧宫殿之外 另外在公园的西侧 他也修建了这个建筑群之中最大的建筑 它就是新宫 普鲁士国王斐特列二世 不止在个人修养、文学、艺术上的造诣 而且在军事和政治上也有着杰出的历史成就 在青年战争之中 斐特列二世越挫越勇 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 以普鲁士一个小国之力 独抗俄、奥、奥两大强国 罗斯巴赫会战更是斐特列 倾斜阵士完美的表演之一 今天更被美国西点军校选择那个时代的经典战役 更被制作成为大型的模型 斩掠在军事博物馆之中 位于整个公园西侧的新宫 是在斐特列二世统治下的青年战争结束之后 于1763年开始修建的 并在1769年完工 他们认为是普鲁士巴洛克时期 最后一座重要的宫殿建筑群 也是斐特列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作品之一 但是斐特列二世并没有将其作为自己的居所 而是作为宫廷宾客的宫殿 从1888年到1918年间 威廉二世皇帝将新宫 作为他的主要居所 整个新宫之内一共超过了200个房间 四个宴会厅和一个洛可可式的剧院 斐特列二世还再难以准备了国王的居室 以备不时之需 除了国王的居室和两间宫重要宾客居住的王室居室之外 斐特列二世的长期随从 阿根斯侯爵也有自己的居室 另外 斐特列的兄长亨利以及他的未婚的妹妹安娜阿玛丽公主 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斐特列威廉都拥有自己的居所 他们也是这里举办任何活动的座上宾 而斐特列王后伊丽莎白·克里斯丁则没有自己的房间 也再次证明了斐特列二世与其王后之间的微妙关系 1786年斐特列二世逝世之后 皇宫就很少在新宫举行重大的庆典活动了 1859年 王储斐特列·威廉 也就是后来的斐特列三世皇帝 在夏聚与家人一起搬进了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宫殿 从1888年3月9号到6月15日 斐特列三世在位仅仅99天 在此期间 佛里德里希二世填平了宫殿周围的护城河 并采取了一些现代化的措施 他的儿子威廉二世继续进行了这些措施 如安装了蒸汽供暖系统和电灯 在各个房间之内安装浴室和卫生间 并于1903年在北楼梯安装了电梯 直到1918年 这座宫殿一直是德国末代皇帝和他的妻子 奥古斯特·维克多利亚的首选居所 1918年11月革命 威廉二世退位 以及1919年威廉王储退位之后 新宫成为了一座博物馆宫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苏军喜劫之前 新宫的陈设基本上是保持了斐特利亚二世时期的洛可可风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无忧宫和新宫的外貌几乎毫发无损 但是宫殿之内的艺术品当初被作为掠夺品运往苏联 只有一小部分在1958年归还 现在的宫内还留着当时苏联士兵所留下的德国人必死的 墙壁上留言 博物馆特意没有抹去这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不论是无忧宫还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新宫面积都是非常的大 如果要前来参观的小伙伴可以提前 在线上预定无忧宫的游览时间段 而新宫只能自己清零到这里的游客中心预约时间参观 但是好在导览非常的多 也有中文的讲解器 所以等待的时间都不会太长 巨大的宫殿群走上几天都看不完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座中国的茶楼 而这座清真寺又是为谁而见 我都将在下一期为你慢慢解答 我是旅行的乔德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